将帅摇篮 西点军校 看过电影《巴顿将军》的人,都知道巴顿是毕业于西点军校,骁勇善战的猛将。 那么,西点军校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呢? 1775年5月,美洲费城召开了第二届大陆会议,美国独立战争已经开始,如何战胜英军是大会的重要议题之一。 打开地图,蜿蜒流淌的哈德逊河成为代表们的目光集中点。 只要控制哈德逊河,就能切断英军兵员和弹药粮食的供给线。 在地图上,那条河在纽约东南的山区突然转向拐了个弯,才恢复向南流去。 在这里,扼守住这里,就能控制哈德逊河。 一名代表指着地图上哈德逊河转向处,那个著名地名西点的地方,众人都点头称是。 西点是窃入哈德逊河心的一个三角形岩石坡地,比河面高出约50米,面积约有65平方公里。 西点对面,有座巨大的岩石马特勒,金鸣献法岛。 于是从1776年起,美军在西点与马特勒相继修建起数个堡垒。 1777年4月,美军又拉起一条150吨重的大铁链,从西点到马特勒横跨哈德逊河,锁住河面。 美军果然发兵争夺西点,几番争夺后,美军终于控制西点,直到独立战争胜利。 首任美国总统华盛顿深知训练有素的军事将领对国家和军队的重要价值。 他多次提议成立军事学校,直到1802年,国会在总统杰弗逊监视下,终于同意在西点建立美国陆军军官学校。 时光流逝,1807年3月22日,一名青年人从哈德逊河畔的简陋码头下船,沿着山间小道走向西点军校。 这天风很大,他顶着风费力地前进,当他看到西点军校的灰色校舍在九个堡垒后出现时,不由满心欢喜。 这个不到22岁的青年人,希尔韦纳斯·赛耶热爱军人生活,是当时拿破仑在欧洲的辉煌战地燃起了他对军事学的强烈兴趣。 然而西点军校给赛耶的最初印象并不好,发给他的数学哲学教科书内容陈旧,睡觉是躺在空旷的寝室里粗糙的松木地板上,唯一令他满意的是军校服装。 蓝色的军服,一排八个镀金钮扣,钮扣和帽灰上都有鹰的图案。 当时西点军校的校长乔纳森·威廉斯·中校,在校内创办美国军事哲学协会,倡导学员研究军事科学。 四个月后,秦缅浩学的赛耶第一次参加协会会议,他听到威廉斯·中校的一篇《野战炮兵》的论文,以及学校的数学教授哈斯勒的《关于测绘地图》的计划。 1808年,获得工程兵少尉军衔的赛耶毕业离开西点,第二年赛耶奉命调入西点任教官,两年后他又奉命调离。 这次调开西点军校时,赛耶心中有些不安,尽管他在任教官的日子里尽心执教,可总感到真正的军官学校不应该是眼下西点这个模样。 后来赛耶写信向美军领导层建议,应该派人去欧洲考察,用先进的军事教学方法彻底改变美军军事教学陈旧落后的现状,并且自荐担当这个重任。 1817年7月28日下午,夕阳夕邪,一艘帆船驶向哈德逊河西点的码头,又是个有风的日子。 船头上是亲任西点军校校长的赛耶少校。 这风让他想起十年前,他作为学员来西点报到的那一天,不禁感慨万千。 由于得到美国政界与军方高层的赞许,赛耶成为美国派往欧洲考察军事的两人成员中的一名。 在巴黎,他花了近两年时间,对拿破仑的军事指挥艺术,法国梅兹军校的教学方法,以及复歇的警校训练方式,都做了深入学习和研究。 如今,他愁愁满志归来,准备在西点军校的教学实践中,实施他的理想。 赛耶一上任,首先制定了西点军校以土木工程技术为主的四年制教育计划,还扩建了图书馆, 在学员中创建荣誉制度,在学校教员与学生间倡导公平竞争,共同协作的拱顶石精神,而且不讲庭面,果断开除了某些违背军校纪律制度的学员, 哪怕是美国政界军界要员的亲属子弟,也毫无留情。 西点军校面貌异新,可是赛耶由此也惹恼了那些高层人士。 1833年1月,他被迫辞职。 这天赛耶正在自己书房里处理准备离去的事务时,有三名西点教员进来了,他们受全校教职员工之托,送给他一幅他们绘制的赛耶画像,还说以发起挽留赛耶的签名活动。 我对各位的盛情感激于心,可是我不能接受,因为西点军校的规章日度,要求上级不能接受部署的任何礼物。 同时,我要求你们立即停止签名活动,这将被认为是对政府的反抗。 说完这些话,善于控制自己情感的赛耶一时热泪盈眶。 赛耶离开了西点,但他对西点军校的建设所做的贡献,是他获得了西点军校之父的美誉。 他培养的学员马汉,提出著名的媒权理论,以及教出的西点学员米基,日后都成为美国享誉世界的军事理论家。 西点军校毕业生麦克阿瑟,在建立捉住军工后,也曾出任西点军校校长。 西点军校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现代知识教育,例如野兽营严酷的战时生存训练,不但有特色,而且造就了美国军事人才的源源不断。 西点军校学员中有许多日后成为著名军事将领,如南北战争时期的罗伯特·里格兰特后出任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潘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巴顿,布莱德雷,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曾任西点校长后出任总统,还有前些年在海湾战争中大战身手的斯瓦茨科普夫等人。 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师长以上的陆军高级将领155人中有57.4%出自西点军校,其中最高司令集团军群司令和集团军司令共32人,就有21人毕业自西点军校,占65%以上。